台风脚步越来越近 眼看就在家门口 还可能登陆南台湾 既固化暴风圈 在今天深夜以后 会接触到南方的陆地 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发布警报区是台湾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 东沙岛海面 以及台湾海峡南部 陆上警报区也依旧 就是台东 恒川半岛 屏东和高雄 即便天兔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 不过别忘了 天兔小范围暴风圈内 有强风豪雨聚集 首当其冲的就是台东 恒川半岛 屏东高雄以南地区 越晚降雨越明显 这个台风目前 但从前目前还是有一些 比较旺盛的这个队的云团在发展 所以它进来的时候 台湾的降雨还是会比较多 尤其是在恒川半岛 台东这一带地方 目前预报的雨量还是蛮大的 有可能会出现豪雨 甚至豪雨以上的这个降雨的情绪 假若周六登陆 天兔受到地形影响 也可能转为热带性低气压 但到了周日 东北季风加上台风 残与水气影响 北台湾也会感受到明显风雨 恐怕比台风靠近还更有感 欢宇新闻 陈彦凯 王欧阳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欢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